我和男友恋爱的第九个纪念日 像往常一样 他预定了餐厅 准备了玫瑰 还送了一条昂贵的项链 饭吃到一半 他急匆匆出去接了一个电话 回来的时候只丢下一句 公司临时有事 我得去加急处理一下 就走了 留我一个人对着一桌子的牛排 意面和甜点 不想浪费的我 喊来了好友过来吃 见我面色不快 小鱼劝我 别伤心了 秦时刚升大中华区总经理 难免会忙一些 你看 人家虽然忙工作 也没忘记发朋友圈 纪念你们九周年呢 我打开手机 男友秦时三分钟前 刚更新了一条朋友圈 时间好快呀 转眼都第九年了 我眼睛一热 点了个赞 正想留言 这照片是从哪里找来的 我都不记得自己拍过这样的照片 然而下一秒 那条朋友圈却不见了 就在这时 小鱼疑惑问我 你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感觉像你又不太像你 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我接过来一看 是刚刚秦时那条朋友圈的截图 乍一看确实是我 但仔细一看 他的眉眼中 透露出一种柔弱的破碎感 而我的眉眼中 常常带有一种岁月的坚定感 这并不是我自己说的 而是十年职场磨砺后 合作方对我的普遍评价 这种坚定感 让我在职场中所向披靡 我将那张照片放大再放大 看见了右手食指上的 一朵玫瑰纹身 我扫了自己的右手一眼 空空如也 顿时心下一颤 我让小鱼把那张截图发给我 保存后 我翻出秦时的号码打了过去 想了很久 没有人接 再打 还是同样的结果 小鱼见我脸色不对 扶我起来 我先送你回去吧 好 我坐上他的车 回到家里 外面下着大雨 雨声中 我望着手机里的那张截图发带 他不是我 可是他太像我了 或者说 是我太像他了 正要在给秦时打电话的时候 门开了 秦时浑身湿透地钻了进来 你回来了 屋子里没有开灯 我坐在沙发上淡淡问道 攥着手机的纸截 却因为用力隐隐作痛 我尽量用停淡的语气 问出我想问的问题 至少 在不确定真相之前 我不愿意做个泼妇 然而 秦时只是恩了一句 就钻进了浴室 哗啦啦的水声 从里面传来 我第一次 拿起了秦时的手机 打开微信 那条朋友圈 其实还在 只是设置了 对我不可见 那条朋友圈的下面 是秦时朋友们的留言 我靠 苏月回来了 这条嫂子不可见吧 不是吧 秦时 都过去九年了 你还没忘记它 这一条回复下面 秦时回复了一个字 这个恩字 像千斤的秤驼 从空中落下 把我的心砸了个稀巴烂 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愚蠢 好愚蠢 自己活了三十岁 坦坦荡荡对人 却被枕边人 当作别人的替身玩弄 这还不够蠢吗 是没有迹象告诉过我真相吗 当我习惯性地放下头发时 男友皱着的眉头 我怎么就没有放在心上呢 她说 还是玩起来吧 玩起来好看 当我总喜欢 穿黑灰系列的衣服时 她不是建议过 我穿红色的吗 薇薇 你的性格已经很清冷了 再穿黑灰就更冷了 红色会让你显得更热情一些 我不是那种讨好型人格 但面对恋人时 我总是会最大程度地包容 于是我渐渐地习惯了 玩起头发 衣柜里的红色衣服 也多了起来 让伴侣开心 我觉得自己做的并没有错 因为 当我喜欢穿西装的男人时 下班的琴时 也会故意不脱下束缚她一天的西装 对我拍拍大腿 道 微微 过来坐 那种霸总的禁欲感 常常让我着迷到 早上下不来床 但现在想想 这种情况 都是发生在 我穿一套红色长裙 挽着头发的时候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琴时的某种审美体号 现在我知道了 那是她对一个女人九年的执着 那个人叫做苏月 看着那个在照片里 挽着跟我一样头发 穿着同样红色长裙的女人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有一天 白月光替身文学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的心脏好疼 当我撑在胸口时 巴搭一声 门开了 琴时走了出来 她是谁 我指着手机里的截图问琴时 琴时愣了愣 她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说了一句 你等我先穿好衣服 我冷静地坐在沙发上 等她换好了衣服 不是睡衣 而是一套新的西装 她俯身按住我的双肩 威威 你相信我 只是一个朋友 她刚回国 又没什么朋友 就找我去接一下她 琴时甚至没有等我回答 就起身整理了一下领结 拿起边柜上的雨伞后 静止朝门口走去 我开口 琴时 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我咬紧后牙关 说出这句话 但琴时听了 只是身体顿了顿 之后打开门 走了 窗外的雨越来越大 我听见越来越远的脚步声 感觉浑身发颤 牙齿开始上下 打起架来 我穿上厚厚的棉衣 又裹上了厚厚的被子 但我还是好冷 好冷 一两体温 我竟然高烧了 我第一次知道 原来人在极度崩溃下 会无意识让身体一瞬间进入崩塌 体温计上显示的是四十度 我晕晕沉沉 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琴时 我把体温计的度数发给她 外面雨太大 很难打到车 我估计你也还没走远 可不可以先送我去医院 这一次 琴时回得很快 但她回的是 别闹 微微 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 我牙齿打着颤 回她 琴时 我没闹 我真的发烧了 请你一定一定要回来 然而 这一条信息 就像秋叶飘在了大海 没有了回音 我试图用了打车 果然打不到 自己的车 又正好拿去4S店做保养 说实话 就算我的车此刻 就在车库 我又怎么会拿别人的性命 开玩笑呢 我打给了小鱼 你还好吗 小鱼在医院陪我 要不要给琴时打电话 毕竟不管怎么说 你才是她的女朋友 我嘴唇发白 无声地摇摇头 可是 微微 你真的就这样 打算分手 九年啊 陆薇 如果没有你 她琴时 能有今天的光景 如今她比你有钱了 有权了 就把你抛在脑后 凭什么 小鱼咬牙切齿 至少要喊人 拔给她揍一顿才解气 我摆摆手 苦笑 人要怎么才能 唤醒一个装睡的人呢 答案是 永远不能 我不想耗下去了 这不是我陆薇的风格 我的心四分五裂 我没有力气了 琴时 虽然我知道 剧情很老套 很老套 但琴时啊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 很不幸运的 在这个时候到来了 我在医院住了两天 琴时都没有给我 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个信息 到时我给她 发了一条信息 琴时 我们谈谈吧 微微 我这几天工作很忙 苏月状态不是很好 也需要人陪 我看小鱼发朋友圈 有她照顾你 我很放心 你再等几天 等我忙完这一阵好吗 等 又是这个字 我们谈到第四年的时候 我就和琴时 讨论过结婚的事情 爸妈在催 我也因为爱琴时想 赶紧定下来 琴时那个时候 怎么说来着 威威 我的事业还不稳定 你再等等好不好 我不想拖你的后腿 是的 那个时候 我已经进入高层管理 而琴时刚刚才升职为 小主管 我理解一个男人 想要在一个女人面前 变得强大的心理 所以 我又等了两年 第六年的时候 我又提出了结婚的计划 这一次 琴时又是怎么说的呢 威威 我刚打进高层 位置还没站稳 这个时候结婚 怕是会被人 以家庭影响事业为由 钻我的空子 我记得 自己是不开心的 但是我爱琴时 爱让我再一次退让 后来 我才知道 琴时让我等 是因为苏月让她等 她让她等十年 而琴时为了这个十年之约 耗了我整整九年 如果不是因为忘记屏蔽那条朋友圈 毫无疑问 琴时真的会让我耗上十年 要是苏月愿意圆十年之梦 她会让我滚 如果苏月不愿意 她也许会将就着娶我 谁也不知道 我们这段感情背后 原来是这样一场阴谋 但是不重要了 我要离开了 带着满身的疲惫 离开 我回到家里 看着住了九年的屋子 满满当当 都是我和琴时的影子 我从我们的卧室开始 衣柜里 有一半的位置是我的 我开始清理那些陪伴我许久的衣服 那些红色的衣服 我一件一件挂好 我把那些黑色的 灰色的衣服 一件一件拿出来叠整齐 放进我的行李箱 清理完后 我定神看了一眼衣柜 左边一半是琴时的深色衣服 右边一半是她喜欢的红色衣服 我仿佛看到了琴时站在左边 而苏月就站在右边 这一幕神奇的幻想 我想琴时应该也见过吧 她是那样真切地想过那样的生活 这个家里应该一半是她 另一半是苏月 可是多可惜呀 这九年 是我在占用那一半 琴时肯定很多次很多次这样想过 我又去了书房 我比琴时更爱看书 因为我的身份除了企业高管 还是一名作家 所以整个书房里 一大半的书都是我的 足足清理出十几个大箱子 当小鱼喊来的搬家公司 搬走我的那些书籍时 书房像是被抢劫过一样 只零零散散 剩下几本我不爱看的爱情故事 我捡起来 无意间翻开 里面的飞页上有字 苏月赠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因为是苏月送的 所以才被琴时那双手 无数次地翻阅过吧 蓬松的书页 让我能够想象出 琴时想念苏月时 妈撒的感觉 妈撒着书页 就像妈撒着苏月的身体 我自嘲地笑了笑 将那几本书在书架上摆好 整面墙上 没有了我的踪迹 只有苏月留下来了 这不正是琴时想要的吗 然后 我来到了厨房 当我来到厨房 我想到了琴时对我的爱 我想起 新冠疫情时 我说自己要出去隔离 琴时拦住我的样子 威威 我们是伴侣 照顾你是我的责任 她让我躺下 给我烧水 做饭 半夜迷迷糊糊醒来 我嘟囔着只说了一句 好渴 琴时的水就会迅速递过来 喝吧 威威 喝了水就好了 疫情那三年 她从来没让我出去 囤过东西 她说 威威 外面危险 我来就好了 我身体好啊 我站在厨房中间 仔细想了很多很多遍 那几年 我没有功夫把头发精致地挽起来 也没有再穿过红色的衣服 所以 琴时有没有在那些时间里爱过我呢 想到这里 我的心又开始痛了起来 小鱼说我看起来很冷静 可她不知道女人的冷静 是一颗死去的心 心死了 就连哭都哭不出来的 琴时 你能明白吗 恍神的功夫 我叫得蛋糕师傅上门了 就在这个住了九年的房子里 我为我没有机会出生的孩子 开始学做人生第一个蛋糕 海蓝色的蛋糕 抹上一层一层的白色奶油 像极了长滩岛的海 我记得琴时和我说过 假如有一天 我们有了孩子 一定会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天 一起做一个这样的蛋糕 我当时画了设计图 定下了蛋糕的海蓝色基调 而琴时则想了个很妙的主意 用奶油堆叠成海蓝 如今 我把这个蛋糕做出来了 只是 琴时你在哪呢 我把做好的蛋糕放进冰箱 然后留下了一张纸条 不管怎么样 琴时 当你看到这个蛋糕的时候 请为我们的孩子点上 一根蜡烛吧 做完这一切 我清理好厨房 然后回到客厅 呆呆地一直坐到了傍晚 我看着太阳从窗边落下 然后看到月亮又从窗外升起 然后我明白 我等的那个人 他回不来了 他等待了九年的温存 远远大于和我将就的九年 再见了 琴时 我起身 拖着行李箱 走到边柜时 看到了我和琴时的合影 这个家里 已经没有了任何 我们共同的踪迹 这张合影 就送给他吧 撕碎或者丢垃圾桶 我都不介意 因为 我的心已沉入海底 我接受了远在美国的一家公司的邀请 请辞了国内的老东家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 我还是收到了老东家人力资源的电话 陆总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您一下 大金集团的秦总 琴时有致电 问我您是不是出差了 我想您应该没有告诉他辞职的事情 所以特意打个电话 过来问一下 我表示感激 你就说我出差了吧 其他的全都不要说 好 那我就按照您说的办 挂完电话 我看了看手机 秦时的信息涌了进来 微微 怎么打你电话 也不接 你出院了吗 现在什么情况 你也不跟我讲 你不会还在生气吧 我都跟你说了是朋友 等过了这段时间就好了 毕竟人家一个女孩子刚失恋 还留了一个孩子 我们又是同学 陆薇 你一个上市公司女高管 不会心眼那么小吧 哦 刚跟你公司打完电话了 小李说你出差去了 那想必你的身体也好了 我也就放心了 你好好出差 一切等你回来 我们再聊 爱你 我看着这些短信 觉得像是上辈子的事情 更准确地说 我觉得这些信息 都是一个较勤食的男人 在选择收件人的时候 发错了对象 于是我一键删除 关机 然后上了飞机 落地后 我把旧手机扔在抽屉里 用上了公司分配的新手机 找房子 磨合新的团队 忙得双脚没有沾地 美国这家公司 很早就牵线找过我 工资比国内翻三倍 但当时 我想着一国太过艰难 就婉拒了 没想到 这边一直没有放弃 如今 我的到来 算是双向奔赴了 我突然有点庆幸 秦始选择了 它的白月光 而不是我 只用了三天左右 我的工作就走上正轨 这才些口气 从抽屉里 翻出国内带来的旧手机 里面有我很多 舍不得删除的照片 我打算把秦始的那些删掉 至于我自己的美照 我是一张都舍不得的 可我一开机 秦始几千条短信涌了进来 差点弄得我手机死机 陆薇 你什么意思 书房里的那些书呢 还有衣柜里的衣服 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只是出差吗 快回我信息 陆薇 我和苏月真的没有什么 我承认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但那都是过去事了 我的心里只有你 薇薇 你什么时候回来 给我回个信息 好不好 哪怕只有一个字 让我知道你还在 行不行 别生气了 算我求你 信息实在是太多 我懒得翻 随意滑了滑 准备关掉的时候 看到了新的消息 薇薇 我们是不是有孩子了 求求你 看在我们相处九年的份上 告诉我 孩子还在 陆薇 真的 算我求你了 孩子 两个字深深刺痛了我 我狠狠攥紧了手机 爸妈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来美国 公司是答应给我父母办团聚签证的 所以 他们跟着我一起过来了 除此之外 知道我辞职后 具体去了哪里的 只有小鱼 但他已经把秦时的联系方式 全部拉黑删除 人也去了北欧工作 反而是我 因为落地后一直在忙 还没来得及删除秦时 不过无所谓了 我直接抽出电话卡 准备卸载微信的时候 手滑到了另一个堂里 我点进去 竟然是和秦时住一起时的监控系统 爸妈已经出去散步 留我一个人窝在沙发 我也难得休息 干脆拿出一大包薯片 拆开后 点开监控系统看了起来 第一个视频 是三天前的监控回放 我想了想 是我刚落地美国那天 也就是秦时 给我前公司打电话 我让人力资源 回复他我出差的那天 再一次从视频里看到那个家 我觉得恍如隔世 有那么一瞬间 我真的质疑过 这是我曾经和一个男人 相守九年的家吗 里面没有我的任何气息 除了那个边柜 还摆着走时留下的 我和秦时的合影 不一会儿 安静的屋子 就传来了密码所的动静 里面那张脸 我再熟悉不过 秦时 他穿西装 还真是人母狗样的 有点像电视剧里帅得不要不要的男主 我往嘴里塞了一把薯片 真好吃 看剧必备 建议人手一包 后面进来的人 穿着红色的裙子 头发挽起来 嗯 是苏月 我喝了一口可乐 这算是房子的新女主人了吧 长得还真好看 秦时买这套房子的时候 幻想的女主人 就是苏月没错了 我仔细看了一眼苏月 她眼里的破碎感 让我这个女人 都燃起了一种 莫名的保护欲 不像我 半是雷厉风行 大家都说我眼神伶俐 可在商场杀万敌 笑话 不然我怎么年纪轻轻 当上中华大区执行总经理的 我又往嘴里塞了一把薯片 番茄味 我的最爱 灯光明亮 秦时牵着苏月走进客厅 陆薇这两天出差了 我跟她说了 你刚流产情绪不好 需要人照顾 你在这住几天 她会理解的 秦时把苏月放在沙发上 给她倒了一杯水 苏月没接 她的手顺势绕上了 秦时的脖子 我以为这么多年 你把她当我的替身呢 我脚薯片地嘴停了一下 月月 我们的事情都是过去了 我现在爱的人是陆薇 她掏出药片 你把药吃了 就去睡吧 没想到 苏月却一下子坐上了 秦时的大腿 秦时 你在故意气我对不对 这么多年 我就不信你没有想过我 不然 这段时间 你怎么舍得放下她来陪我 苏月 秦时喉咙阴哑 怕苏月摔倒 她伸出一只手来 还住苏月的腰 不要这样 秦时小声说道 我不得不佩服 当初装的这一套监控系统 收益效果 怎么会这么好 我环顾了一下 自己现在的房子 以后也装上这么一套 说不定用得上 毕竟 美国治安也确实不太好 不要怎么样 秦时 我喜欢你 我相信你也喜欢我 不然 你怎么会找她 那个跟我长得 一模一样的女人 苏月开始脱自己的上衣 傲然的身材在灯下尽险 秦时再也忍不住 两个人沉重地 呼吸交织在一起 这么劲爆的 真人直播 比皮尤可好看多了 我警惕地看了一下门外 爸妈还没回来 看来男人装矜持 永远超不过三秒吗 两个人热烈地旋转 我以为他们会转到卧室 结果两个人旋转到了书房 就在秦时要把苏月 抱上桌子的时候 她突然整个人像是冻住了一样 苏月的手指还在秦时的身上摸索缠绕 然而秦时却突然抽身一退 她绕过客厅 走到卧室 猛地推开衣柜门 整面贴墙的衣柜 右边的衣柜空了一半 秦时走近 将手伸到柜子里 拿出一件衣服 红色的 她扔到床上 又拿出一件 还是红色的 她又扔到床上 她拿出一件又一件 但每件都是红色的 但秦时像见了鬼一样 还是从柜子里去拿衣服 最后 她将里面所有的衣服 全部扔在了床上 陆薇 你都干了什么 监控里 她气急败坏地松开了领带 面色胀红的她 让我感觉到 那条领带 像是会要了她命似的 她大步走到客厅 无视苏月 捂住嘀嘀的胸口喊她 秦时 你怎么了 但秦时只顾去拿茶几上的手机 她一开始说的 其实是语音 陆薇 你什么意思 书房里的那些书呢 还有衣柜里的衣服 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只是出差吗 快回我信息 似乎觉得发语音不妥 她又低头开始打字 我想起之前看到的那些信息 想必就是秦时是在这个时候发给我的 我起身又去拿了一包薯片 跟大家说 看剧的时候 薯片就是最好的零食 没有之一 我打开薯片 继续看下去 陆薇 我和苏月真的没有什么 我承认我们曾经在一起过 但那都是过去事了 我的心里只有你 秦时 苏月听了她的话 终于站不住了 你确定我们只是过去事了 既然我们是过去事了 为什么我一回国你就来接我 还发什么时间好快啊 转眼都第九年了 别人问你 是不是还是忘不了我 你还回问 秦时 你自己看看自己说的话 哪句是真的 秦时华坐在沙发上 苏月的话 她像是没听见似的 我看她开始给我打电话 但那边一直传来的是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苏月见秦时一言不发 贴心地没有再说话 而是走到沙发处 站在了秦时后面 然后伸出玉手 俯身想要安慰秦时 然而换来的 却是秦时冷冷的一句 你走吧 我给你叫个车 送你回酒店 苏月的身子一僵 秦时 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 半夜两点 你要赶我走 秦时推开苏月的手 站起来 她在手机上操作了几下 车给你叫好了 国内有那么多同学 你随便找一个陪你吧 秦时 你知不知道我刚流产 身体还很虚弱 国内是有很多朋友 可我只相信你 我这一次回来 不仅是探亲 更重要的是 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秦时 从你在朋友圈 发陆薇的照片开始 我就知道 你没有忘记过我 你要认清自己的内心 我们不要再错过彼此了 苏月 秦时突然向泄了气的皮球 请你走吧 我不能失去陆薇 她是像你 但她终究不是你 而你也不是她 她的眼神 没有你的破碎感 她的眼神里只有坚定 我突然觉得 我厌烦了你的破碎和软弱 我不想失去陆薇 苏月没有动 但秦时却站起来 把行李推到门口 然后打开门 陆薇收到了我的消息 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我不想让她看到你 苏月僵持了一会儿没动 但看到秦时满脸的冷漠 最后还是哭着推着行李箱走了 秦时关上门 她扫了一圈后 最后走到书柜旁 拿起我在这个屋子里 留下来的唯一东西 那张我们的合影 在沙发上做了一夜 看着她那孤独的样子 我不由地打开了另一瓶可乐 不得不说 无论看什么剧 除了薯片 还应该准备的东西 一定要有爆米花 可惜我在美国的别墅里 没有这样东西 所以我又打开了一包薯片 毕竟电视还没演完呢 坐了一晚上的秦时 一直到早上接到秘书电话 才起身出门 等她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她没有脱西装 就那样坐在沙发上 习惯性地给我发语音 我今天去你公司了 我说他们要是不把你的动向告诉我 我就撤掉和他们的合作业务 原来你不是出差 你是辞职了 可你辞职去了哪里 他们却死活不告诉我 薇薇 我猜你应该是出去散心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给我回个信息 好不好 哪怕只有一个字 让我知道你还在 行不行 别生气了 算我求你 陆薇 我很担心你 之前你说你在发烧 我没有送你到医院去 是我不好 可是当时苏月跟我说她刚分手 又打掉了一个孩子 她说不知道要找谁 只想到了我 我心一软 才过去照顾她的 我也是确定 你一定没问题 才放心和苏月在一起的 你能原谅我吗 我嚼着薯片的嘴突然停下来 我原谅不原谅的 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死去的那个孩子会原谅我吗 或者说 会原谅这个为了别的流产的女人 导致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父亲吗 你秦时配吗 秦时一直坐在沙发上 守着那台手机 一有响动 她就拿起来看 有很多信息是工作上的 还有很多是苏月发来的 但秦时只觉得烦躁 她把手机反盖在茶几上 起身走到厨房 站了一会后 她估计是觉得自己有点饿了 于是打开了冰箱 秦时打开冰箱的时候 明显表情不对劲 她试探性地将冰箱里 所看到的那个东西拿了出来 那是一个海蓝色的蛋糕 上面由奶油堆砌出来的白色海浪 蛋糕已经有点不新鲜了 但她却记得非常清楚 自己和陆薇的一个重大约定 为了这个约定 他们甚至还一起画了草图 那张草图她慎重地保存在了相框里 就摆在她的办公室里 她时常幻想 自己能有一个和陆薇的孩子 像她一样目光坚定 行事不拖泥带水 她想到了和陆薇长得一模一样的苏月 自己见到陆薇的时候 有那么一瞬间 她差点泪流满面 她和自己的白月光 苏月有个约定 十年之约 如果苏月还没结婚 她就娶她 但苏月人在国外 两人其实都没有联系 秦时就是靠着陆薇 度过了无数个想念苏月的夜晚 她让陆薇穿上苏月爱穿的红色长裙 晚上苏月最喜欢的头发 那个时候的陆薇看起来像极了苏月 但秦时后面越来越发觉 陆薇就是陆薇 一点都不像苏月 那么容易屈服和破碎 轻而易举地妥协了家里 和她分手 出国 到了疫情的阶段 秦时早已经不再固执于陆薇穿什么 晚什么样的头发 那几年陆薇常常剔头散发 穿着灰色的小熊睡衣在家里待着 她看到了陆薇坚定背后 对自己独有的依赖 就是从那一刻开始 她无比向往自己奈何陆薇有个孩子 他们组建家庭 去走人生里的下一段旅程 九周年的时候 她是准备求婚的 但就在那时 苏月给她打来了电话 她说自己刚分手 又流产 不想再活下去了 秦时 也许你还可以救救我 她不想跟陆薇说苏月 是她曾经交往的对象 她怕陆薇生气 但她也不想苏月真的去死 于是她撒谎说 工作忙要处理 将求婚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在酒店的那几天 秦时开的双人床 她就睡在苏月旁边的床上 那几天 苏月半夜一醒来 就哭着要寻死 她实在不忍心放下她 但后来 她觉得逃避陆薇也不是办法 于是决定将苏月带回家住 在眼皮子底下 苏月应该就没那么生气了 但秦时没想到 等她回来 陆薇竟然已经离开了 她察觉到了危机 那不是短暂地失去 而是永恒地离开 她慌了 她承认面对苏月的主动 自己差点犯下大错 但看着空荡荡的书房 还有衣柜里空了半边的黑灰色调 她彻底回过神来 自己快要失去生命中 最重要的部分 那是九年沉淀在生命里 有关爱的印记 她知道一开始并不纯粹 可后来在时间的魔力之中 那块爱的宝石 已经被魔力的那样 熠熠生辉 她推开了苏月 感觉自己正沉下深渊 她给陆薇发了 无数条语音 无数条信息 打过无数电话 陆薇并没有拉黑 她任何一种联系方式 这比拉黑删除更要可怕 这证明了陆薇一点都不在乎自己了 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和苏月在一起 不在乎自己会不会跪下来挽留她 甚至不在乎自己到底 会不会记得起陆薇这个人 她死心了 秦石想不通 她在屋子里连坐了几个通宵 看天空变亮 又看到天空逐渐变暗 明暗之间 她想不通 自己就出去陪了苏月几天 陆薇就如此决绝地完全放弃了她 想到这里的时候 她饿了 好几天没有睡过 也没吃过东西的她 此时真的觉得自己饿了 她的胃告诉自己一定得吃点什么 不然地死 她还不想死 她很想要跟陆薇说上一句话 哪怕陆薇只给她一个字 哪怕是一句滚 她也觉得一切都是还有希望的 秦石打开冰箱 然后她看见了里面的海蓝色蛋糕 如果以后有孩子了 知道消息的第一时间 我们就给她做一个蛋糕吧 秦石 海蓝色的蛋糕怎么样 陆薇很有才华 很快就用彩铅在一张七寸卡纸上画了雏形 很棒啊 威威 海蓝色的蛋糕上面用白色奶油堆砌出海了 怎么样 完美 陆薇又在卡纸上勾勒几笔 我们的孩子就应该像大海一样 生得自由 活得广阔 拥有无限的人生 陆薇向往地说道 那一天 她和陆薇一直温存到天亮 两个人共同期待着一个新的生命 也是在那一天夜里 她筹备着求婚 然而 现如今没有她秦石的参与 那个有关孩子的海蓝色蛋糕 就这样突然摆在了冰箱 秦石将她端出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在发抖 她又开始给陆薇发信息 告诉我 薇薇 我们的孩子还在 对不对 求求你 陆薇 你哪怕回我一个滚字 我都比现在好受 她发了很多很多 全部石沉大海 秦石知道 以陆薇的性格 那个孩子一定是不在了 她想起了陆薇发高烧 请求她送她去医院的那个雨夜 她想起了 陆薇在医院给她发信息 要和她聊聊的那个下午 她想着 想着 猛地朝自己扇了两耳光 一丝血迹从嘴角流出 她擦了擦 不痛 但随后 她感觉自己像发烧了一样难受 因为牙齿开始不自觉地上下咯噔起来 她看着那个海蓝色的蛋糕 没有感觉到蓝色的自由 也没有觉得大海的广阔 她只觉得自己是个柜子手 亲手杀了一个婴孩 而那个婴儿 是她和陆薇都想拥有的未来 被众人叫习惯了秦总的 秦石此刻 像个帽蝶老人 坐在了餐桌旁 她呆呆地看着那个海蓝色的蛋糕 像是一尊枯稿的朽木 突然 她看到了蛋糕下面压着的纸条 她用手慢慢地将纸条抽出来 上面是陆薇清秀的字迹 不管怎么样 秦石 当你看到这个蛋糕的时候 请为我们的孩子点上 一根蜡烛吧 孩子没了 她又一次失控起来 眼泪毫无节制地开始流 秦石伸出手去擦眼泪 可却越擦越多 泪水从指缝里流出 她控制不住自己哭泣 于是她想咬紧牙关 让自己不要哭出声来 可是压抑到后来 她还是哭了出来 她大声哭着 可房间里空空荡荡 那个叫陆薇的人 不会再来拥抱她了 曾经 她在职场失忆 是那个叫陆薇的女人 抱着她度过难熬的夜晚 后来更是为她的事业添异 再后来 她事业登高喜极而泣的夜晚 也是叫陆薇的女人 第一时间拥抱了她 并称赞她是世界上 最完美的男人 她很高兴 自己在陆薇眼里 是如此完美的存在 但这一切 她秦石都搞砸了 她哭着 哭着突然没了力气 桌上的蛋糕 无情地嘲笑着她 所有的愚蠢和虚伪 她找来打火机 点燃一根蜡烛 插在了蛋糕上 等火光彻底熄灭后 秦石伸出手 将蛋糕一把一把 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那蛋糕已经不新鲜了 奶油更是像蜡烛一样 让人作呕 但秦石还是一把一把地 将那蛋糕塞进嘴里 快吃完的时候 她感觉到胃在翻腾 挖的一下 全部吐了出来 随后 喉咙里一阵热流涌出 她晕倒了 陆薇这边 其实在看到秦石失控 吃蛋糕的时候 就关掉了视频 她看到秦石为死去的孩子 点了蜡烛后 就对秦石失去了 仅有的兴趣 她的泪水 她嘴角的血丝 以及脸上 被自己击打的肿块 都让陆薇觉得 旧由自取 她关上视频 把已经没用的手机关机 再次扔到了抽屉 然后去主卧里午睡去了 她也不认为 像秦石这样的男人 会一直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她年轻 有钱 颜值更是数一数二 发疯几天 无非也就是让自己心里好受一些 再喝几天酒 就会很快带不同的女人回家 或许偏爱替身文学的秦石 会再度上演替身文学 找一个和自己很像的人 也不一定 陆薇就这样睡着了 等她醒来后 她开始写作 美国全新的环境 倒是给了她新的灵感 一个剑敲下去 全勇般的文思 开始流畅起来 一种叫做心流的感觉 击中了她 而此时的秦石 正躺在医院 就连她本人都不相信自己 是因为心痛 所以吐血 这让她想到了 天道里的丁元英 在瑞小丹死后 吐血的那一幕 原来 人在极致心痛时 是真的会吐血的 她又想到了陆薇 那个孩子 到底是打掉了吗 有没有可能 其实陆薇还是心软 将孩子留了下来 抱着这样一种执念 秦石在出院后 开始疯狂寻找起陆薇 但她万万没想到 陆薇的父母 把她都拉黑了 房子也是人去楼空 也许是陆薇早就准备好了 要彻底消失 他们的邻居 没有人知道 陆氏夫妻到底去了哪里 至于其他亲戚 她没有联系方式 最有可能知道 陆薇联系方式的小鱼 也早就去了北欧 她这个人 比陆薇更早删掉 她的联系方式 至于其他的人 她只能想到陆薇的前公司 但无论她怎么纠缠 前公司的人都表示 他们只知道 陆总辞职想休息 其余的他们是真不知道 因为总是去关联公司闹事 秦时被股东认为 有损公司形象 撤掉了她大中华 执行总监的职位 名气和收入锐减 很多人脉 一下子就断掉了 就连曾经天天巴结她的那群人 都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秦时并不在意 他把大量的钱 交给了一些所谓的侦探社 拜托他们去找陆薇 但最后只得到一个答案 陆薇根本就不在国内 那他到底去了哪个国家 秦时就像疯了一样 每天不是在去找陆薇线索的路上 就是去酒吧喝酒的路上 苏月倒是很有毅力 每天跑来找她 甚至提出 既然当初 你可以因为她向我所以找她 为什么不可以把我当作她 被秦时大骂 恶心 但其实从始至终 让人恶心的只有秦时自己 她每日胡子拉叉 到后来干脆把自己和陆薇住过的那套房子卖了 自己住到了一个很小的公寓里 她不想让那栋房子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使她毁了所有的一切 她的陆薇 她本来就打算求婚的陆薇 还有那个她憧憬了很久的孩子 那个会像陆薇一样坚定的孩子 这一切都没有了 后来 她终于打听到一个消息 说陆薇在美国 她起初是不相信的 陆薇曾说过 父母在 不远游 她不会出国的 但当秦时看到陆薇写的书时 她终于知道 自己怎么都找不到她的原因 陆薇进的是社命行业 为了事业发展 她断掉了所有的社交平台 这是企业机密条约的要求 如果不是陆薇在美国出版书籍 她要找到她的概率 微乎其微 而这个时候 距离她失去陆薇 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 她终于再一次看到了陆薇 不过是在出版的书籍上 经过岁月的沉淀 陆薇却显得越发动人 那双眼睛比以往更加坚定 在那一刻 秦时心潮澎湃 她在公寓里好好洗了个澡 又去了一趟理发店 刮干净胡子 她的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 进去的时候 是个胡子浓密的四十岁大叔 一顿收拾后 又回到了三十岁时 年轻多金的模样 这身好皮囊 真是上天赐给秦时的礼物 这么多年没有用 被身边的朋友直言浪费 事实上 秦时也不明白陆薇走后 自己的那颗心 怎么就死死盯着她不放了 这辈子 她所有的执念 都成了要见陆薇一次 告诉她 她还爱她 向她承认自己的错误 向她直言自己的爱意 在飞往美国的航班上 她再一次看完了陆薇的那本书 她抓住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陆薇未婚 也许这么多年 陆薇一直在带着那个孩子等她 她怀着极度激动的心情 驾着租来的车来到了陆薇的住所 她敲响了房门 但开门的是一个胖胖的白人 秦时用英语问她陆薇时 那个白人女士告诉她 今天是陆薇结婚的日子 就在三号教堂 我是过来帮新郎拿戒指的 她太紧张了 大脑一片空白 连戒指都忘了拿 你要是找不到位置 可以跟我一起 白人女士匆匆关上别墅的门 她们穿过绿色的草坪 走上主路 两旁的别墅 不断走出一些人 她们都是去参加维利的婚礼的 白人女士微笑介绍 步子走得很快 秦时跨着步子 感觉身体摇摇晃晃 到了教堂门口的时候 她有点不敢卖步子了 你看起来 怎么比新郎还紧张 白人女士热情邀请她进去 看起来你应该是的朋友吧 你应该祝福她 她跟新郎可是长跑爱情 谈了九年呢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 酒不就是代表酒酒吗 白人女士推开教堂的门 秦时就那样站在门外 从陆薇的视角看过去 她当时只看到了自己的白人朋友 随后她看到了教堂门口 一个有点熟悉的身影 她没有多想 眼光注视着自己的丈夫杰森 这位普策利奖的摄影师 此刻正潇洒地穿过人群 去拿朋友送过来的戒指 陆薇的笑里满是幸福 这个人等了自己九年 就因为自己内心的执着 想在乱世出版那年再结婚 杰森竟然同意了 她说这很浪漫 酒代表九九 哈尼中文真是博大精深 她的丈夫杰森 一个早上都很紧张 陆薇觉得那很可爱 等杰森走上台的时候 陆薇发觉教堂门口的男人 从光里走了进来 她认出了这人是谁 是秦时 陆薇觉得他可能是来旅游的 顺便无心闯入了自己的婚礼 都是中国人 陆薇豹以一个客气的微笑 随后开始准备婚礼开场的流程 站在门口的秦时 则被那个无比客气的笑给深深刺痛了 这一趟 她专程为陆薇而来 她剪碎的每一根头发 她洗澡时精心护理的每一寸肌肤 她选择衣服时每一秒紧张的心思 以及她坐上航班时候跌宕起伏的心情 每一秒都是围绕着陆薇而跳动 而她没有想到 陆薇其实在离开她后第一年 就开始了新的恋情 没有所谓的眷恋 没有所谓的孩子 她秦时不过是站在过去中的一个老去的人 而陆薇如同她的那双眼睛 始终坚定地过着自己的人生 当教堂的婚礼进行曲响起 秦时眼睁睁地看着陆薇和身边的那个帅气的男人 交换着彼此的誓言 神父 新郎 你愿意娶新娘为妻吗 新郎 是的 我愿意 神父 无论她将来是富有还是贫穷 或无论她将来身体健康或不是 你都愿意和她永远在一起吗 新郎 是的 我愿意 神父转向陆薇 神父 新娘 你愿意嫁给新郎吗 新娘 是的 我愿意 神父 无论她将来是富有还是贫穷 或无论她将来身体健康或不是 你都愿意和她永远在一起吗 新娘 是的 我愿意 神父 好 我以圣灵 圣父 圣子的名义宣布 新郎新娘结为夫妻 现在 新郎可以亲吻新娘 没有人注意到 当那对幸福的新人亲吻时 一个叫秦时的男人 此刻从教堂里走出去 他绝望地走着 看到了一片天蓝色的大海 白色的浪花翻滚着 如同他执着守候的回忆 他脱下鞋子 一步一步朝深处走去 陆薇 我去见我们的儿子了 我知道这是属于我的因果 但我永远不会祝你幸福 因为 我的爱已在你身上全部终结 三天后 在一个叫做萨克斯珠塞州的地方 有人在前海处发现了一具男尸 不过 刚刚结婚的陆薇完全不知情 毕竟 经过海洋的运送 那具尸体实在离他太远 更重要的是 刚刚结婚的他 正沉浸在新的幸福 他早已经忘了过去 珍惜着当下 因为唯有当下 才是永恒